台湾会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地震活动频繁 而且经常有强烈地震发生 每年有震度规模大于5的地震 每一次都可能造成大大小小的灾损 凸显地震研究在台湾的重要与急迫性 为提升地震工程研究水准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 于1990年设立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1998年国阵中心台北大楼落成启用 2003年加入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 成为国家实验室的一员 2017年启用台南实验室 支援产学研深入探讨精断层地震特性 发展适切的结构耐震技术 2020年台北增建大楼启用 开启智慧化地震减灾研发的新业 为支援政府能源政策与永续发展目标 中心规划建制绿能设施测试实验室 地工离心机提供离岸风机水下基础 净动态物理模型实验研发测试服务 风机叶片测试平台可进行风机叶片之 净动态和疲劳试验之研发测试服务 国阵中心在地震工程实验技术基础下 聚焦三大研发主轴 耐震性能提升 近况模拟与风险评估 安全监测与预警 结合学术界与产业界资源 完成关键元件 结构设计 试验 分析 及施工技术的研发 与非线性结构数值分析软体的开发 并持续研发隔减证技术 包括SBRB BRB SPD 以及斜面式滚动隔阵技术 同时导入深度强化学习模型 与雷射扫描技术 于多层多道自动化焊接 可兼顾刚够制成的效能与品质稳定性 地震减灾服务平台 结合中央气象署与国阵中心 及时地震观测数据 以先进地震动预估模式 震后快速评估全台地震动分布 及不同周期的结构物质受震反应 可推估建物、桥梁、道路、医院 与自来水系统的地震风险 以简讯与云端服务等方式 提供应变整备人员所需资讯 三维建筑物视觉化平台 可依地震动力时分析建物受震反应 并可整合Tail List评估结果 提供地震防减灾规划 国阵中心在地震发生后 迅速启动灾害应变作业 经灾情汇整后规划地震勘灾行动 我们要去看灾的人员 所以要请桥梁组、建物组 还有非结构、破坏组 还有地大组去安排人员 县地看灾人员以手机APP记录 并即时上传灾损描述与照片 至地震看灾平台 经内部人员同步审视确认后 便可提供应变人员 于勘灾平台上检视勘灾结果 作为震损原因的初步判断依据 安全监测与预警 高功率地震波预警技术 可针对可能制损震波 发布客制化的早期地震预警讯息 供高楼层建物或高科技厂房 启动因应作业 减缓地震造成的损失 震损警示灯号分析技术 可于震后分析结构实测反应 如侦测出结构可能受损 可及时发布震损警示 如无减出异常 有力加速恢复使用功能 国阵中心建置台湾结构防灾监测平台 供使用者查询全台多栋建筑物 与多座桥梁 在地震时的结构震动反应 国阵中心于新南向国家之技术推广 包括在泰国推动厂房智慧防灾管理平台 在印尼和泰国推动校舍评估补强技术开发 以及在纽西兰推广地震预警系统技术等 此外也持续和国内外大学合作 以复合模拟试验法 探讨钢构静段层强症反应 同时提升实验技术 2023年 国阵中心于日本E-Defense振动台 搭建组齿十层楼钢结构 以模拟内部非结构系统真实受震情境